救難人員從直升機上吊掛後 慢慢往海面下降 仔細一看海面上有位男子 在扶在城 正在等待救援 空情人員将男子套上装备 两人紧抱 绳索缓缓上升 男子终于惊险获救 有五名民众进行 萨博版游戚活动时落海 最后一名民众由吊掛分队直升机 吊掛救骑 烧造男子的其他同伴 也都被海巡署成功救起 这起惊险漂流意外 发生在8号上午花莲西海口 9名大学生与一名教练 一同到西海口玩SUP 没想到因为7号下大雨 导致溪水暴涨 其中5人被湍急溪水 冲到了花莲外海 教练看情势不对劲赶紧报警 海巡署出动大量人力 将4名学生一男三女先救上岸 同时出动直升机吊掛 将另一名男子成功救援上岸 原本开心出门完 却因为海巷不加差点发生意外 所幸5人最后都被平安救回 没有生命违线 记者刘吉娇 王云霆花莲采访报道